全文故事 成功在靠近市中心的地段买到了一套二手房 本以为可以继续稳定的生活 可一尊怪异的神像和妻子的转变 犹如石子般打破了明镜 搬到新家时 整理东西时偶然间从一个不起眼的柜子里 发现了一尊长相怪异的菩萨像 它不似寻常菩萨般慈眉善目 而是眼尾上挑至一个鬼邪的弧度 大片黑色为主的衣物与壮如三叉戟的法器 看到我心里直发毛 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 不知为何总感觉有一种熟悉感 我甚至不知道是谁何时放的 也许是前房子的主人 但这种来路不明的 像我是必不敢去供奉祭拜的 就在这时 好端端放在桌上的花瓶突然摔落 碎了一地 正对着的黑身菩萨像笑容愈发诡异地看着我 顿时起了一身鸡皮疙瘩 我立刻快速把门关上 拜了三拜 嘴里念念有词 菩萨保佑 纳摩阿弥陀佛 无意冒犯 恶灵退散 等我把一地的玻璃碎片都收拾完毕后 整个人像虚脱了一样 而我的妻子慢慢 就是在那段时间突然疯掉的 二一天夜里 我被脖子上冰凉的触感冻醒 迷迷糊糊间看到一个黑影蹲在床边 我以为家里进了贼 准备喊醒妻子 可旁边的半床被褥 却是空荡荡的 一片冰凉 黑影发出咯咯的笑声 口里不断地念着我听不懂的经文 虽是房里按着灯 可我知道 那分明就是我的妻子 慢慢你睁开眼睛看看 是我呀 李强 我害怕地往床边退去 慢慢还是没有停止她怪异的举动 笑着将刀子砍下 就在刀尖离我的脸 只有一厘米时 我勘勘将她的手固定住 我几乎是立刻 就把妻子的怪异举动 和那尊菩萨像联系在了一起 报应 下一个就是你 慢慢生死力竭地吼着 在我终于将她制服后一会儿 慢慢才悠悠转醒 她一脸茫然 似乎没反应过来 发生了什么 慢慢的神智 有时是清醒的 我问正常的她 自己是否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时 她说完全不知道 在我带慢慢 看过那一尊菩萨像后 她吓得哭出了声 随即夫妻俩立刻商量 决定请一个道士回来 慢慢说 这件事交给她 她认识人 妻子的动作很快 不久 一个留有两撇胡子的道士 找上门来 道士粘于半百的模样 神情老练 进门直奔神像摆放的地方 看到周身仿佛散发着黑气的神像时 眉头皱紧 鬼菩萨是不能随意供奉的 这种一般是鬼怪化为菩萨的样子 来凡间吸取人的精气 一旦供奉 就意味着和他们结下契约 再难甩掉了 大师 这个是房间前主人留下来的 我们也不敢乱动啊 更别提祭拜了 不过我的妻子最近很奇怪 在道士听完了妻子的遭遇后 摸了摸胡子 道 万事皆有因果 可能是 你们以前无意中触犯了鬼菩萨的禁忌 虚回到众下阴的地方 才得以解开 至于破解之法 各有不同 核心是需弥补自己的过失 若一起所犯禁忌则好 若回忆不起 就得做好 要承担反噬的后果 那倒是从怀里掏出了一把银制小刀 和一张纸递给我 你们去这个地方吧 或许会得到一切的答案 这把刀 可能会助你们一臂之力 我将纸展开 发现纸上赫然写的是 怀村 这不是我的家乡吗 这大师就是牛 一下就算到了这里 大师辛苦了 我还没琢磨出 悬而又悬地种下的 音是什么意思 慢慢就招呼着 道士出了门 您接下来还有事 百忙之中 讨扰您已经很抱歉了 道士 在门将要关闭之时 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中包含了太多复杂因素 没等我细细思考 就消失在了门外 以至于我后来再想起来时 多了一份后怕和惊悚 三我和曼曼 坐上了去往家乡淮村的大坝 一是因为打探关于鬼菩萨的消息 顺便去家里避一避 二是村长的一通电话 强子 你最近有空回家一趟吗 你爸的身体出了点问题 听筒中是村长焦急的声音 怎么这么突然 好 我会尽快赶来 回想起来 父亲也确实很长时间 没给我打过电话了 由于自己工作忙 也有所忽视 也极少回家 我主动打过去时 也总说让我安心忙工作 他一切都好 但我姐不在了 他一个人待在这老家 想到这里 本来还在犹豫的 我便更觉得 该回家乡一趟了 这次趁此机会 也好好陪陪他吧 收拾行李期间 我一直在想鬼菩萨的事 一番苦思冥想之后 我好像终于明白了 为什么那尊像 看得如此眼熟了 看着远处 层层叠叠的山栏 我陷入了 某段回忆之中 强哥 快来 我挖到一个大桃冠 看看里面是什么 是二毛的声音 村长拦着我们不让来这 肯定是这宝贝多 果然 我在远处正侦查着周围 听到二毛的喊声 便飞奔过去 和他一起小心翼翼地打开了罐子 那里面装的竟然都是人的骨头 二毛手一抖 桃冠重重地摔倒在地 几根不知道是哪个部位的骨头 散落了一地 我们一同向远处望去 这一片的地里 竟全部都横七竖 扒着大大小小的桃罐子 仅剩几根杂草的后山 越看越阴森了起来 我拉着二毛飞也式地狂奔起来 跑着跑着 却进了一座废弃的庙 那庙看着破 可香火却格外旺 等我们绕到正面 看到那尊相的真面目时 胆小的二毛 吓得哭了出来 那像的眉毛高高挑起 面部是复杂的墨色刺青 一双眼睛 仿佛会冻斑细血地看着众人 背后长着许多双手 大多都以极其痛苦的姿势扭曲着 周身笼罩着黑影 像是要将面前的两个孩子吞没 我的心中警铃大作 顿时知道 也许是碰了什么不该碰的地方 快离开这里 我焦急地喊着 后面二毛的脚步 茫茫乱乱的 突然传来一声 很刺耳的金属掉地声 余光中 瞟见了台面上的竹台 被撞落了下来 可危机时刻 也顾不上那么多了 逃跑重要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我跑到山口时 正好碰上了举着灯笼 来找孩子的大人 此时我才敢回头 看一眼我的身后 后面跟着我的二毛 不知何时消失了 徒流背后黑曲曲的 山林的鸟声 回应着我 后来 二毛被人找到了 据说 四肢全部被踢出了骨头 血肉模糊的一片 而我回去后 便发了一场高烧 也忘了七七八八 大人们 都说是神降下了责罚 轰轰烈烈地请人 做了一场法事 自此 后山那一片 更加成为了 人众皆知的境地 也没有小孩 再敢去那边 本来印象已淡的是 经过一次机 竟慢慢浮现在了脑海里 慢慢有些害怕地 抱紧了我的手臂 说 强子 我好害怕 总感觉周围有人跟着我 能不能把那把小刀 放在我这里保管 好让我心安一点 我对妻子 总是十分相信 于是把刀 放在了她的背包中 下一站 终点站 淮村 大巴的广播响了起来 此时 车上也没有多少人 我望着被黑雾 深深笼罩着的远山 新梅游来的 碰碰直跳 诡异的神像 妻子的反常 父亲的义状 这一切 是否存在着什么关联 可我现在还不知道 等待着 我的是一张弥天大网 似是村长来接待我们的 怎么这么快就到了 这一趟长途跋涉 来这太不容易了 你们先先会吧 村长 我爸怎么样了 放心好了 你爸已经被送去了 县中心医院 高血压 现在基本上无大碍了 我松了一口气 说道 谢谢村长和大家的照料 我先帮你们 去把行李放到家里 今天太晚了 就先在这里歇一宿吧 晚上来我们家吃饭 村长您太客气了 对了 晚上有点是想请教您 才五六点的时刻 在本该喧闹的饭点 怀村却反常得一片安静 我们和村长走在 狮子路上 只听得见 行李箱轮子 刮过地面的声音 再踏进家门 和一年前相比 没什么变化 我想先打扫打扫 顺便整理几条换洗衣物 给父亲打包带去 我用手摸了摸桌面 竟没有一丝灰尘 打开衣柜 只见衣物 都被整整齐齐地叠放 归纳好了 爸什么时候 变得这么轻快有条理了 我纳闷地想 今晚的一切都太奇怪了 也可能是自己太久没回来 有些竞相情切了 强子 我们快去村长家吧 他们都等着咱呢 漫漫催促道 我甩开脑子里 不着边的想法 跟着漫漫 出发去村长家 姐姐 不知从哪里窜出来 一个小孩 冲着漫漫喊道 咯咯地笑着 一个身材肥瘦的女人 立刻从屋子里冲出来 将孩子拖到身后 脸上堆满了笑 瞧着孩子 准时看你媳妇 长得太年轻漂亮了 女人拉住漫漫的手 你们也别愣着了 快进来吧 进屋后 村长向我们介绍到 那是他老婆孩子 又向我们解释了 村子这么冷清的缘故 原来今天镇上举行集会 有将近一半的人 都去凑了热闹 村长他们没去 则是要接待我们 我不禁为村长的热情好客 所感动 说起来 父亲还多受他照顾 有机会 要好好谢谢人家 一顿酒足饭饱过后 漫漫和村长老婆 在里屋聊得火热 我和村长搬了两把椅子 坐在屋外吹着凉风 村长 您见识得多 有没有听过 关于鬼菩萨的传说 怎么突然问起这个 强子 你是不是遇到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 我像是找到了倾诉的对象 把这些天的遭遇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村长 村长听完后 叹了一口气 说起了他的真实经历 后山上的鬼菩萨像 是我自有记事就存在的 没有人知道 他是打哪来的 由于村民们 过着与他互不打扰的生活 便没有人管他 我二十五岁那年 村子里闹饥荒 一场百年难遇的大汗 让本就不肥沃的土地 更加贫瘠 连年庄稼 颗粒无收 大家都过着食不饱腹的生活 你见过人 自相残杀吗 那场灾难中 死了很多人 有人说是后山的鬼菩萨 动了木 给不尊重他的村民惩罚 我们村的青年人 自发组织了一支打鬼小队 准备销毁神像 换得能平安 通过这次劫难 可谁知在我们将要靠近他时 一阵诡异的香气传了过来 周围大半的人都倒了下来 你说这是邪乎不邪乎 后来就只剩我一个人 苟言残喘 堪堪逃了出来 家里的长辈知道后 顿觉事情不妙 只好去镇上花钱 请了几个道士 让他们在后山做法 希望这样能平息鬼菩萨的怒火 经此一役 大家都开始畏惧起了鬼菩萨 但是做过法事后 村民的困境渐渐好转 庄家地理的作物也开始了丰收 人们严格遵循道士的建议 非必要不随意去后山 后来 有两个小孩悟跑了进去 后面的故事想必你也听说过 血肉模糊地被发现在后山 那惨状村长拉起酒杯灌了一口酒 嘖嘖了两声 我沉默不语 心中却已开始怀疑起了村长 他的话中漏洞太多 他可能不知道 我就是那偷跑进去的那俩个小孩之一 五第一 我去过现场 那里根本没有什么迷香 第二 既然是栽荒年 都没钱吃饱饭了 如何会有余钱去请刀士呢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 村长说没有人敢去那边 那为什么当年那庙的香火会那么晚 况且 他不觉得这故事有点耳熟吗 简直就是我经历的翻版啊 我站起身来 莫不作声 假装抱歉地对村长说道 感谢您的告知和款待 不过天色太晚了 明天一早 我还得去看我爸 就先和漫漫告辞了 怎么就要走了呢 我正说到信头上呢 况且 漫漫和我家那位 看起来也很投缘 聊得火热呢 我的余光 飘向屋门口地挂着的一排刀具 院子里的架子上 正晒着什么不知名的肉块 等等 村长正阴侧侧地对着我看 一步一步朝我逼近 墙子啊 你还没说 你那发生了什么事呢 找什么急呢 我额头上冒出大滴大滴的汗珠 祈祷自己 刚刚只是看花眼了 我看见挂在架子上 其中的肉上 有一块半圆形的胎记 而我的父亲的手臂上 也有一块 慢慢 我大声喊叫道 快出来 村长从后背拿出一把尖刀 索性再也不装 你以为你现在还逃得掉吗 情急之下 我逃出了院子 不远处 村长已经追了出来 沉重的脚步声 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人在涉及到生命安全的情况下 总能爆发出极限 我咬着牙飞奔着 等到和他拉开了一段距离后 便飞快地闪进了一间 按着灯的屋子里 呲啦呲啦 我能听到 村长拖着刀 在游远极近地向我走来 越来越近了 我咬咬牙躲进了衣柜 透着两扇门的一点缝隙 窥探着外面 强子 你躲在哪里了 屋外传来村长的声音 我害怕地不敢呼吸 没想到村长会突然这样 边想着边 把手伸进口袋里 想摸出倒是给我的小刀 可口袋里空空如也 我瞬间想起了 在大巴上 我把那把刀给了慢慢 希望他能靠那把刀 成功逃出来 等我安全了 就去找他 强子 你在这吗 村长的声音 好像就在离我很近的地方 我咽了口口水 颤抖着 将眼睛贴着那条缝往外看 那颗有点发黄的眼珠子 正死死地盯着我看 全身血液 顿时全往头上冲去 我感觉自己 已经丧失了行动能力 只眼睁睁看着柜子门被打开 看着刀尖离我越来越近 遛我在睁眼时 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了 阳光透过窗户照进来 让我干涩的眼睛 色缩了一下 随之而来的酸痛感 延伸至了四肢 你醒了 是妻子的声音 你昨晚喝得太醉 直接晕倒了 把我们都吓一跳 温柔的毛巾 触上了我的脸颊 但我一点都不觉得舒适温暖 反而是刺骨的凉意 我看了看小臂上的划痕 那是慌乱逃跑时不小心蹭上的刀伤 一切证据都在向我诉说着 昨天夜里在村长家发生的事都是真实的 可是妻子的笑容让我分不清 这一切到底是真实的还是虚假的 但是首要任务是离开这里 先去医院看看爸爸 我突然愣住了 昨天的回忆一下 全部涌现在了我的脑海里 爸他 我克制住自己流泪的冲动 妄想慢慢 村长他们不对劲 我们先离开这里吧 慢慢疑惑地看着我 你是不是没醒酒 还在胡言乱语呢 说了都是做梦啊 你今天就好好在这休息一天 你爸明天也可以去探望吗 你看 我最近也没有梦游做奇怪的了 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 慢慢 你到现在还没看出来吗 村长他们不对劲 你看我手臂上的刀疤 就是昨晚 村长拿着刀追我的证据 最关键的一点 我看到院子里的架子上 墙子 我看你脑子喝坏了吧 都是些没有的事情 别想那么多了 慢慢把毛巾整理好 端着水盆走出去了 这一切都像一场精心编织的戏 而我则被牢牢困在里面 要是说之前 我对曼曼还是十分信任 现在就变成半信半疑了 明知道这是一场骗局 有可能涉及到生命危险 可他却还是帮着外人 并且 曼曼的性格自从来到这里 就好像变了一个人一样 以前的他温柔正一点点退去 既然不让我出去 我就偷偷溜出去 我必须确定 我在村长家看到的是不是真的 我把枕头塞在被子里 假装偷偷把窗户拉开 从窗户口跳了出去 可能是清晨 大家还在酣睡中 路上依旧冷冷清清的 我很快便来到了村长家门口 趴在墙边一看 架子上竟然空空如也 突然 远处传来有人对话的声音 我躲在一个隐蔽的地方偷听着 猪仔送来了 一个有些低沉声音说道 这次和上一个完全不同 您验过货就知道了 这次的可年轻呢 无不良嗜好 器官功能都好得很 村长的声音陪笑着 您看看这价格 猪仔 器官 无不良嗜好 我听的寒毛树立 我猜对了 村长肯定在做什么灰色产业 而导致村子 几乎没有人的罪魁祸首 就是他 这还是我印象中的 那个充满回忆的家乡吗 怪不得当初父亲说什么 也要供我不输 让我走出大山 不知为何 我想起了我姐没了的那个下午 父亲一脸凝重地 收拾我姐的遗物 但奇怪的是 我没见到过姐姐的尸体 更不知道他是怎么死的 父亲只是含糊地说是 意外交通事故 便转头叮嘱起我的功课 反复地说 让我去远一点的地方上大学 我眼角泛红 心里有个可怕的猜想 我的脚向后退了一步 却意外踩到了一个东西 我转身查看 是一串檀木手串 那可是父亲从不离身的手串啊 现在唯一的可能就是 我死死地用手捂住嘴 不让自己发出一点声音 惊动眼前的恶魔 并将手串小心地拾起 放进自己的口袋里 怕 一根树枝不小心被我踩断了 可恶 我按道不好 谁 果然 眼前的两个恶魔停下了谈话 朝我躲避的方向走来 村长一步一步走来 一下掀开茅草 没有人 大概是猫吧 等听到俩人的脚步声走远 我才松了一口气 刚刚就在村长 要发现我的当口 我突然被人拉到了门后面 回头一看 眼前的人 竟是之前妻子请来的道士 妻还没等我说话 倒是先开口吧 我是来帮你的 我知道你现在有很多疑惑 但请先跟我走 我会为你一一解答疑惑 我给你的刀在吗 我惊讶于她的突然出现 但想想无论如何 都比我孤立无援的现状要好 于是我如实回答她 我给曼曼了 什么 怪我少提醒你一句 你彻头彻尾被她骗了 她折服在你身边多年 其实是一个 她们谋划多年的局 她的真实身份 是村长的女儿 曼曼竟是村长的女儿 我脑内的血液在沸腾 不可置信地问道 难道那些她和我 待在一起的日子 都是假的吗 我和曼曼是网上认识的 那段时间 我正处于创业失败的低谷期 心情抑郁 只能日复一日地沉溺于网络 曼曼就是在这个时候加上的我 她给予我陪伴 无人诉说难处的我 就像找到了一个宣泄口 将自己的困顿和处境 一一说给她听 而她也总会很耐心地 给我提供建议和鼓励 在她的帮助下 我一步步重拾了自己的初心 事业也逐渐有起色 渐渐的 我开始不习惯她不在的日子 于是我向她表了白 而她也很爽快地答应了 线下见面时 她和我想象的一样漂亮有活力 我们就这样顺理成章在一起了 我答应要给她幸福 我不禁又想起了村长家的小孩 原来 那一生姐姐是货真价实的 我还沉浸在回忆中失神 道士已经在催促 来不及了 快跟我去后山 现在却还能赶上收你爸的骨位 爸 果然 我恨恨地望向后山的方向 你们等着 我一定会让你们付出应有的代价 上山的道路 有些崎岖不平 道士边赶路 边向我讲述 关于后山的一切 这后山上有一种毒虫 古时候被人养在桃冠里 专吃腐肉 用于疗伤治病 可敌不过人的贪念 人们发现 以一种独特的哨声作曲 便可控制毒虫 由此找到了销毁尸体的最好方法 于是 在此基础上 一连串的灰色产业开始兴盛 并如同大树根需盘根错节 逐渐完善 比如器官交易 儿童拐卖 这里的谁愿比你想得更深 后来 人们开始建造起一尊叫鬼菩萨的神像 尝试供奉邪神 与其达成契约 为了滋养他 他们将被压榨完价值的尸体 埋在后山处鬼菩萨的道场 这就是后山的尸骨成堆不许外人进入的真正原因 但做亏心事业怕鬼 他们每隔一段时间便花重金请来道士 做法来消除亡灵的怨恨 聊以未见 久而久之 道士也与他们建立了长期雇佣关系 直到现在也保持着这样的传统 说了这么多 我好像还没正式自我介绍过 你不需要知道我的名字 只用知道 我的父亲曾是当年第一批道士中的一个 道士停顿了很长时间 像是想起了什么悲伤的往事 但很快继续说道 我故意将他们的计划提前 引诱你的来到这里 就是为了和你合理揭开这一切 让真相展露在大众面前 我现在已经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这点你不用担心 对了 之前给你的小刀是用特殊材质制成的 那种毒虫不敢轻易靠近 虽说他们的视力很弱 只会朝血腥味 道士还没说完话 就被我掐住脖子重重地倒在山壁上 既然如此 那你为什么不救我爸 我几乎是咬着牙一字一顿地说 我听着道士短短的几句话 这背后却浓缩着无数个家庭的悲哀 也是那个封建迷信的村庄的悲哀 可父亲也是其中的受害之一 道士知道这一切又打入了内部 为什么不能顺手救人呢 哪怕告诉我父亲的情况 让我早点来也好啊 他们不会告诉我的 道士把我推开 况且你真的认为你父亲是受害者吗 他只是和我父亲一样 道士没再说下去 我说不话来 只觉得道士也同我一样 有说不出的苦 道士的脸因为怒火有些扭曲 算了 接下来按我说的做 这个给你 我的手中被塞了一个微型摄像头 你趴在那片草丛里藏起来 不用怕毒虫 除了血腥味 他们只会受到哨声控制 只要不让村长发现 你就可以了 等会在合适的时机 我会向你做这个招手的手势 这个时候 你就赶紧往村口跑 那里有我安排的车 放心 今天是他们防守最弱的时候 记住 你的任务就是把这里的真相带出去 我会留在这里拖住他们 我努力地消化这一切 远处的鬼菩萨正注视着我 我毫不畏惧地回望过去 林林总总二十几年 他及其背后的魔鬼 已经从我身边夺走过太多人了 而我也从一个懵懂少年 变为能独当一面的大人了 巴老李啊 你说你安心继续干下去 多好啊 那一杯羹 又不会少了你呢 可你偏偏要做那个叛徒 村长有些咬牙切齿的声音传来 前方传来 刀子劈向木头板子的声音 我全在草丛之下 不敢抬头 泪水却已布满了我的脸 可我不敢发出一点声音 爸 还没到点呢 正午十二点 是阳气最旺的时候 是慢慢的声音 老子知道 用得着你插嘴 村长在没有外人在的时候 索性装也不装了 让你做的事 你做好了吗 嗯 像是得到了某种回应 村长似乎很满意 这几年你也辛苦了 放心 好处少不了你 这两句话中 丝毫显现不出一点妇女情意 有的只是被金钱浸润的铜臭味 嗯 慢慢像是愣了一下 爸 你去叫买主来吧 我想自己琢磨学习一下解剖手法 知道上进了 别想耍什么花样 或要是被你弄坏了 我拿你试围 几双杂乱的脚步声渐渐远去 看来在场的不止这几个人 还有其他看守的人 我听见有一双脚 走来了我藏身的草丛处停住 慢慢蹲了下来 我拼命转动眼球 想看清面前的人 强泽 慢慢不可置信 又带些隐忍的声音传来 别这样叫我 不知为何 在我知道时慢慢后 似乎松了一口气 立刻把摄像头藏到身后 你不该在这里 要是被父亲发现就完了 你现在这话算什么意思 爹的尸骨还未寒 我只能说 今天这一遭 才让我看清了你的真实面目 我错了 我错了 我承认之前发疯 都是我装的 只是为了想骗你来 完成我爸的任务 强泽 你原谅我吧 好吗 你先答应我离开这 好啊 真是一出好戏啊 村长大笑着 从庙后面走出来 身后跟着几个健壮大喊 慢慢 别以为我没看出来 你一向对这类事避而远之 今天却主动要求学习 我真应该对你像你那没用的妈一样 锁在家里 还学会骗人了 交给你的事 一样也做不好 一旁的道士 显然没料到 这种事的发生 慢慢看着杀了回马枪的父亲 一下子也愣住了 爸 能不能求求你 刘强子一命 慢慢直接在村长脚边跪了下来 哭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派你去把李强引到这里来 你这贱人竟然被他迷上了 我想我早上 让你下的迷药也没下吧 难怪那叛徒的儿子 能跑到这里来 村长不怒返校 今天 我就当着你的面 亲手了结他 乖 强子 你的皮质浅得很 只要你乖乖听话 就不会受到太多痛苦 否则 我有的是办法折磨你 村长从怀里抽出一把小刀 对准了我 我扭动着身子 想快点从地上起来 但我没忘记 首要任务 是保护好摄像机 等我找到衣服里的袋子 一切都已经迟了 那把闪着寒光的小刀很锋利 对准我就刺了过去 我下意识地用手挡住胸口 眼睛紧闭 难道 我注定要葬身于此了吗 我听见了刀尖没入皮肤中的声音 可意料之中的刺痛并没有出现 等我小心地睁开眼睛 眼前的一切让我红了眼眶 慢慢不知何时扑到了我的面前 替我挡下了这一刀 鲜红的血从他嘴里躺下来 他脸上却并无痛苦之色 只是扯出了一个释怀的笑 我欠你的 现在都补偿给你了 我怀里 我怀里 慢慢渐渐没有了说话的力气 再也撑不住 倒在了地上 徒流血不断地在地上蔓延开来 我大口大口地喘着气 颤抖着伸出手 想要再触碰一下面前人的脸颊 远处的陶罐突然开始暴动 无数小小的虫子顶开盖子 从里面爬了出来 从远处看 乌泱泱的一大片 一眨眼的速度 便都聚拢在了慢慢和我的周围 他的怀里 那把刀 倒是朝我吼道 我快速地把手伸进慢慢的衣服口袋里 银着小刀 就在口袋里面 果然 在我小刀拿出的那一刻 毒虫就忌惮地退出了大半 可恶 你们去保护好猪仔 村长气愤地对一旁的壮汉说道 村长从怀里拿出了一个形如月牙的少敌 立刻便吹了起来 那笛声诡异万分 呈现一种有规律的节奏 那些毒虫听了后不再暴躁 而是以一种极其别扭的序列行动 不好 你快跑 我来拖住他们 倒是拔出剑 与壮汉打斗起来 你现在还没怎么沾上血腥气 等再浓郁些 你就是毒虫的活靶子 再怎样 也逃不开了 我瞪向村长 快速地将漫漫身上的外套脱了下来 把自己的外套盖上去 再使出吃奶的力气 将带血的外套扔向村长所在的方向 我将漫漫扛在肩上 一路沿着下山的路飞背而去 毒虫大军 紧紧地跟在我的身后 我取出衣服里的火柴 点燃了路两旁的甘草堆 这样能有效堵住一部分毒虫的攻击 村庄大门依稀可见 雾气间有一辆模糊轮廓的小轿车停在那里 快些 再快些 我压根不知道怎么打开的车门 等我反应过来时 轿车已一起绝尘开出去老远 我已经感受不到双腿的存在了 但握住慢慢的双手 我感到无比安心 久清明 小雨 我捧着一束白橘站在漫漫和父亲的墓前 漫漫还是没有救回来 父亲似乎是被村长仇杀的 但村长被警察带走了 原因也成了一个谜 好在由于我带出来的第一手影像资料 怀村的事得到了大曝光 市集县及警察纷纷出动 缴获了大量赃款 抓获犯罪人员百千余名 大批大批的记者来到这里 都想得到独家爆料 这个村庄本来人丁兴旺 生活富足 可贪婪的人借鬼怪之名掩盖自己的罪行 人们惧怕鬼怪 纷纷般地搬 逃得逃 原本热闹的村庄 变成了现在这副模样 由此 便更助长了行恶之人的气眼 由于怪事频发 外面的人都叫村庄为怀村 而其本来的名字 自然也无人考究了 终于 这个酿下无数祸端的窝点 被一举倒毁了 那尊见证了数千起残忍行径的鬼菩萨 在此刻断了香火 轰然倒塌 咚咚咚敲门声响起 我走过去打开门 发现是道士 我是爱带走那该销毁的东西的 道士开门见山 还有 节哀 我瞬间了然 将柜子里的鬼菩萨像递给道士 道士将他用破布包起来 转身便要离开 等等 我想问一个问题 道士停下了脚步 转过头示意我继续说 你那天说的我父亲和你父亲一样 是什么意思 我的父亲 曾是当年第一批道士中的一个 道士的眼神飘向了远方 又开始讲述起来 他见识了那条灰色产业的黑暗 在同行都受到高额的薪水蛊惑时 他尝试做第一个揭开真相的人 但结果可想而知 寡不敌众 没有人相信他 后来他被那群人发现 凌迟致死 只留下年幼的我 那一刻 我便暗暗发誓 要完成父亲未完成的心愿 他们不知道 我是他的儿子 我很快便以祖传的道法 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后来也自然得知了 他们自认为天衣无缝的计划 于是我设计将计划提前 选择了防守最薄弱的那一天 我潜心待在他们身边这么多年 就是为了今天这一天 道士说得风清云淡 只有我知道他说不出的苦 而你的父亲 在干完几票后 想要筋盆洗手 谁知女儿因为他的叛变之心 受到了代价 所以他才不顾一切 将你送出去 自此 那帮人开始对你父亲进行控制 企图让他把远方上学的你骗过来 将功抵罪 可他又怎么舍得呢 我几乎从他的身上 看出了我父亲的影子 后来的事情你也知道 他们让漫漫藏在你身边 悄无声息地 妄图把你带来 让你父亲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 只不过 他们千算万算 没算到漫漫他真的对你动了心 时钟只到了下午四点 黄昏巧智 倒是看了眼手表 说道 我该走了 后悔应该无期了 只希望这件事的打击对你不是很大 能快点走出来 我漠不作声 倒是走后的屋里空落落的 望向远处 窗外的夕阳阵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